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世界盃將會在年底舉行 我們現在先來看看歐洲列強的熱門球隊克羅地亞 在2018年,克羅地亞這個歐洲小國一戰成名 雖然他們冠軍只有一步之妖 但看得出當年他們的實力非常強悍 至於今年世界盃能否再度上演傳奇呢? 真是值得期待 現在不如先簡單介紹一下他們隊伍的實力吧 之前是2018年世界盃 他們曾經3比0擊敗阿根廷 2比1擊敗英格蘭這些戰績 能夠取得這些輝煌成績 一定要歸功於他們的主教練 克羅地亞的主教練達力 出生越南斯拉夫 他本身的教練水準也相當高 其次要說一說他們的中場核心 1985年出生的精神領袖 以及足球隊長摩迪力 不要小看他只有1.72米的高度 他是有相當驚人的耐力和奔跑能力 他的戰術和組織能力更加非常出色 在2018年的世界盃 因為他有出色的表現 從而獲得金球獎 這次他將會再次出戰世界盃的比賽 希望能夠普射克羅地亞的傳奇 另外陣裡面還有門將蘇巴蛇 在2018年的世界盃 他多次作出精彩的十二碼撲救 另外前鋒艾雲比列石 他曾經效力國際米蘭大人無尼克這些球隊 幫助球隊取得歐冠冠軍 一個義甲冠軍 兩個得甲冠軍 三個得國杯冠軍 所以說克羅地亞在風箭上 亦是非常有保障的 雖然說克羅地亞 沒有法國國家隊那麼多群星助陣 但他們球員的實力亦非常強悍 不過在2021年克羅地亞的水準有所下降 歐洲杯裏表現欠佳 部分球員在2018年世界杯之後 亦離開國家隊 但整體實力來看 他們都是不差的 當然今年是什麼環境 就真的要打過才知 今天的分享時間又到了 提示以上資訊是給大家參考的 下次的時間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